Truth Fitness健身中心闪电倒闭第四天 虽然大批员工尝试寻求高层 追讨公司拖欠的四个月薪资 但始终没有着落 超过50名员工和会员 今天聚集在劳工局提交投诉信函 希望政府介入为他们讨回公道 他们控诉被拖欠了好几个月的佣金 总数超过6万令吉 我们已经预备了 我们没有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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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预备的预备 现在全部都没有工作 我们没有预备 但仍然没有预备 我们还没有预备 我们还没有预备 因为当时我们要预备 我们要预备 我们要预备 所以我们都没有预备 已经不是第一间健身中心 以这样子的方式去结业 因为以这样子的方式去结业 大家都去效仿他 然后大家的钱都被卷走了 这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个做法 这简直是一种合法性的金钱游戏 我觉得不应该的 一名道场声援的会员透露 原本以为12年资历的公司值得信赖 才安心签署终身配套 却还是遇上无良业者 他申诉健身中心倒闭前夕 甚至还拉拢会员购买配套 我们两个人花费 就是sign up for lifetime 一个人的8200 所以两个加起来都16400 所以非常 很多钱 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多钱 又有看到有这样的case 说他们放出来说 他们要在中国发展 这个太过分了 就是明明拿我们的钱去发展 知道吗 这个跟其他那种骗子 没有什么分别 另一方面 针对Truth Fitness 并没有和Chief Fitness达成协议 就事先对外公布 将会员转介过去 更让会员感到愤怒万分 员工和会员也异口同声表示 他们将会向警方报案 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 对付Truth Fitness公司 八度空间陈宝儿 雪兰儿书邦在野报导 好 谢谢 对 我们要来看 我们来看 感谢观看